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快到彼岸的时候 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在曾经经历过的一些风景和美好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这儿呢 大家表象上觉得这个战线拉得比较长 有一些法规科目的具体支持点可能似乎是遗忘了 但实则只要大家听过前面基础阶段的课程 法律的逻辑思维已经深置于我们的脑海当中 可以通过这样的思辨性思维 处理应试问题以及解决尽可能的我们在了解范畴之内的工程实践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是把大家表面上表象上所看似遗忘了的知识点 我们再通过最后一节呢 进行一个抽丝薄茧提炼拔高 进行一个架构性的回顾 总结温故而执行 好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一个定位 然后呢 这一节课从具体的知识模块来讲 把它分为七大方面 首先呢 就是对于全书的逻辑结构的梳理 这也是我们今天课程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内容 然后呢 是全书的32个规律性总结 这是呢 在以往基础般的 也就是我们金奖班的基础之上 我们进一步提炼出来的 其实这32个规律性总结 已经都渗透式的 在日常学习当中都已经讲过 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收口 然后呢 考题命题逻辑总结 解题注意事项总结 全书万能答案总结呢 这三个部分呢 是偏硬实性的内容 到第六个金奖班复盘 是把我们今年的金奖班做一个数据分析 以及最后课程体系的回顾 好 我们重点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全书逻辑结构梳理 那我想通过两张图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这是一张图 是关于项目的决策阶段和实施阶段 以及在这还有实施之后的一个移交和保修阶段 这个图示大家想必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是我们一件项目管理科目当中 第一章 第一节一上来 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工程的全过程周期流程图 同样 其实在我们法规科目当中 我也经常引用余谷图来为大家进行讲解 二者又异曲通工之妙 只不过呢 侧重点 出发点不一样而已 余谷图是通过法规科目的视角 而工程的决策实施阶段这样一个流程图 是项目管理科目的视角 所以对于公共课来讲 它并不是孤立的独立的 那么在整个一件的四个科目的学习当中 法规科目是制度 是政治保障 是架构 经济科目呢 是基础 管理科目呢 是保障 而对于实物科目 那是技术 是根本 所以这是四个科目之间 从一个功能性定位来讲 它们之间的一个关联 那么再进一步来提炼一下 法规科目的一些制度原理 实际上则是将一件的十门十五科目 建筑市政积淀啦 公路水利 这个民航啦 等等 这十门十五科目 都是从大的建设工程领域来做的系列分支 从其提炼出公共的准则 公共的制度规范来形成法规 那么这是法规科目的主要的逻辑线 所以它是一级学科法规 也就是法律和一级学科 工程或工程经济类二者的一个交叉和结合 我们理解科目之间的关联 同时也把它的一个整个工程流程图 做了一个印象 那么通过这两个图示呢 我们可以映射到一件法规教材当中 这是工程的一个逻辑结构 那么回到了一件法规教材当中呢 则是通过这个法规知识术 我们来进行深入展开 包括金讲班的前面导学部分 备考指导班其实我也有陆续讲解过 在金讲班的每一章的始和终 那么都会有阶段性的这个不同的分享 所以在这呢 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 一件法规教材八章三十七节 一百六十二目 五百二十九个四级标题 三百八十二页 那么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逻辑结构的抽丝薄茧 来进行体炼 首先从第一章开始 第一章讲的是建设工程基础法律知识 一共包括十节 再给我们搭建了一个法律的低级基础 在这十节当中 有主体 有课题 有权力 有义务 有责任等等 它分别就分布在第一章的这十节当中 那进一步展开来讲 其中第一节 讲法的形式和效率层级 这是最最基础的内容 告诉我们什么是法 法长什么样 它的定位和效率都如何 当效率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 以哪些原则为准 那第二节呢 讲法人 就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了 稍等一下 我先来翻一下页PPT 做一个对于法人这一节的一个展开 然后马上回来 那么在整个法律制度框架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法律网状的知识内容 也就是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分为三大方面 分别是主体 课题和内容 那么主体呢 又有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 那么法人 在这儿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章 第一节法人制度 包括盈利性法人 非盈利性法人 和特别法人 这么三类 那么自然人 又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么对于自然人 在第一章第三节 代理制度和第四章第一节 关于合同效力的内容当中 会进行重点的学习 包括在个人所得税 和企业所得税当中 二者都会进一步讲到 那么对于其他组织 也就是非法人组织 这个我们民法典出台之后呢 把它的名称改为非法人组织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二者都是通用的 那么包括联合体投标 这是在招投标当中 还有共同承包 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三章第二节 对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是第一章第九节 企业所得税当中涉及到的内容 好 这个是通过这一页PPT 我们就把法律关系的主体 来做了一个映射 然后回到这一节当中 第一章第二节 那么讲法人制度 则是在整个工程实现领域当中 最活跃的一个主体 法律关系 相参加的最活跃的主体 法人 然后第一章第三节 讲代理制度 这是最基本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三节加起来 给我们共同构成了一个 基本的架构 从第四节开始 物权 第五节债权 第六节知识产权 第七节担保权 第八节保险权 则是在讲到基本的权利 那每一个权利 又有不同的分支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两页PPT 在这 每个权利又有不同的分支 那么对于物权 又分为所有权 用应物权和担保物权 那么用应物权 又进一步分为 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 土地承报经营权 地权和居住权 这里的居住权 是民法典修订 出台以后 新增加的一个新增设的权利 那么所有权 又分为债药权 使用权 收益权 处分权 处分权 这是最核心的权利 这整个权利框架体系 那么对于知识产权 又分为专利权 商调权 著作权 等等 那么担保权里面 又有担保物权 又有担保债权 担保物权 有抵押权 有质押权 有流质权 昨天还有学问 我说那抵押权 和抵押物权 有什么区别 它俩是一个事 好 那么这是权利体系的框架 我们就到这为止 把第一章45678 这五节又做了一个融会贯通 然后到了第一章第九节 就是税收制度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纳税的义务 所以税收是什么 不再是权利 而是义务了 有权利 有义务 在这 有权利 有义务 他们俩就共同构成了 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 那这里还有课题呢 课题指的就是权利和义务 所指向的对象 学完了权利义务 课题 它就呼之欲出了 可以有误 可以行为 可以是人身 可以是智力成果 好 那么这是通过这两页PPT 我们就把法律关系的 这个三个框架 主题 课题 和内容呢 又做了一个拆分和梳理 然后到了第一章 第十节 则是法律责任了 权利和义务 其实类似于能量守恒定律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你想有权利 是因为别人为你履行义务 对吧 我们网上经常看到一句话 其实生活不是说 你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 而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所以权利和义务 从大的一个范围来讲 是相对应相等同的 那你想有了权利 你要去承担 你自己应尽的法定 或约定的义务 如果只想有权利 而不去承担义务 那么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话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就是第一章第十节 那法律责任 包括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主要是这三大方面 好 所以整个第一章 对建设工程的基本法律知识 我们已经铺垫完了 然后从第二章开始 二三四这三章 讲的都是具体施工履行前 各相关主体的先合同义务 先合同义务 先合同义务 也就是签订合同之前 你要履行的相关义务 那首先你要有资质 对于第二章 要有资质 建设单位要有施工许可证 或开工报告 这就是建设单位的资质 第二章第一节 对于施工单位来讲呢 施工单位要有企业从业资格 那么今年我们在这个第二章 第二节教材当中 有了大的变化 那就是对于建筑业 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当中 那对于企业资质的标准要求 序列是有这个新的规范的 大家重点把握 好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有各自的资质 那对于项目经理而言 也就是他要有注册建造师 职业资格证书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这三个 在工程实践当中 最活跃的三个主体 更更加形象 现实当中的三个主体 都排排亮相之后 所以各自的 你自己的课件 硬件要求 你已经这个提前准备好了 然后从第三章开始 主体与主体之间 要产生相应的法律关系 所以第三章 是启动这个发包的流程 发包要么是招标发包 要么是直接发包 如果是招标发包的话 整个第三章第一节 讲的都是招投标 那分为这么五大阶段 分别是招标 投标 开标 平标和中标 这么五大阶段 经过了招投标的流程 然后呢 确定了承包单位 所以是第三章第二节 承包制度 如果没有经过 招投标的流程的话 那我不用招标发包 而是直接发包 那我直接进入到 第三章第二节 对吧 好 无论什么样的方式 发包方式 总之我现在已经确定了 承包单位 有总包 有分包 有联合体的这个承包 等等 然后到了第三章 第三节叫信用体系建设 其实信用体系建设 则是在发包单位 和承包单位 于第四章签约之前的 一个行政管理 行政规范 由行政主体主导的 一个合同旅约的过程 信用体系建设 所以在这儿 这是第三章 这三节我们都已经 捋过了 然后进入到第四章 要签合同了 签合同问题在于 你签的是什么合同 你是承浪合同 买卖合同 借款合同 租赁合同 融资租赁 运输 仓储 还是委托 等等 这第四章第三节的 这八个合同分择 包括但不限于此 所以整个工程 旅行过程当中 签的合同远不止于此 那么这些合同当中 我们所提炼出来的 公共的准则和部分 其实就是第四章 第一节的合同总论 第三节是合同分论 第一节是合同总论 合同总论的理论原理 是可以辐射到后面 不同的合同分择里的 总论部分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合同 由定例到成立到生效 到旅行到变更到转让 到消灭到终止 以及终止之后的 违约责任的承担 等等一系列 合同由生到死的 全过程周期 这就是合同总论 然后合同分论 他俩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总论还是分论 他所调整的都是 平等民事主题之间的 财产关系 人身关系 人身的关系在这儿 你看啊 在这儿啊 课题嘛 有物 有行为 有人身 有治理成果 这个物就是财产 对吧 人身的话 我们工程法规 基本不涉及到 人身的问题 当然我们会有这个 比如说第六章 第四节的安全事故等级 有涉及到 人身危险的问题 但是呢 工程法规 主要调整的是 财产纠纷 所以在这儿 对于第四章 第一节和第三节 更多是以合同为主线 调整平等民事主题之间的 财产关系 好 那么主体与课题之间啊 各个包括发报方 承报方 他们来签订了合同之后 下一步是不是可以 直接干活了 签合同的主体 不过是法人 或非法人组织 但是具体干活的 一定是 施工作业人员 是具体的自然人 对吧 所以 那么企业签完了合同 承揽下来工程业务之后 他要招兵买马 所以涉及到第四章第二节 是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他调整的可不再是 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了 他调整的是什么 是用人单位 注意用人单位 而非用工单位啊 用人和用工 在劳务派遣当中是不一样的 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 劳动关系 这里面劳动关系 又有财产 又有人身 就换言之是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由第四章第二节来进行调整 好 那企业之间也签订了合同 也缔结了契约 明确了权力 义务和责任 企业承揽下来工程业务之后 又回去之后 招兵买马 那下一步总可以干活了吧 没错 所以234这三章都是施工前的事 然后567这三章 就是在施工中的事了 那在具体的施工过程当中 可以干活了 那么尤其是以施工单位为主要的义务主体 包括建设单位 其他勘察设计建立等单位 都要履行环境保护的义务 这是第五章第一节 要履行节约能源的义务 这是第五章第二节 要履行文物保护的义务 这是第五章第三节 而其中节约能源 实际上节约能源 它属于相关主体的质量责任 其实它的内容 理论内容核心是在第七章当中 包括在我们教材的知识点体现当中 二者的重复度是非常高的 但是就其重要性来讲 把它专门作为一节 第五章第二节 出现在教材的这个整个编排序列里 但是我们要知道 节约能源属于质量的问题 这里面这个逻辑关系 不仅应用于法规 包括我们的这个项目管理 尤其是项目管理 包括15科目都会涉及到 大家要留意 这样一个 这个包含与被包含的 这个从属关系 好 那除了第五章各相关主体 在施工履行过程当中 在建设项目一教之后 要履行环保 节约 文物保护的义务 除此之外 还要履行第六章 安全生产的义务 和第七章 质量管理的义务 那么对于安全生产 第六章我们又可以拆解一下 对于安全责任 最主要的还是施工单位 所以第六章的前四节 讲的全部都是施工单位的事 第六章第一节 讲的是施工单位要领个证 领什么证 领安全生产许可证 这是施工单位的一个义务 要领这个证书 要具备相应的这个证书 所要求的资质义务条件 然后第六章第二节 讲的就是施工单位内部 五大主体的安全责任 哪五大主体呀 分别是哪五大主体 第一个是企业负责任 第二个项目负责任 第三个是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员或者是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要么是一个部门 要么是一个人员 然后第四个呢 施工作业人员 第五个是特种作业人员 那么这五个主体 都是施工单位内部最主要的五大主体 讲到他们的安全责任 就分布到第六章第二节里 然后第六章第三节啊 讲的就是他的五大现场安全的义务了 那么有具体第一个现场安全 第二个费用安全 保险安全 还有什么 第二还有一个费用安全 还有特种设备安全 以及消防安全 这五大安全 除了这五大主体和五大安全之外 还有一个是编制 微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都是在第六章前三节当中 都是围绕着施工单位的 然后第六章第四节啊 前面三节都是说 我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安全义务里 各五大主体的安全责任 那么施工单位的五大现场安全等等 都是为了预防发生安全事故的 为了预防避免安全事故隐患的 但如果真到了第六章第四节 如果真发生了安全事故的话 怎么办 事故发生之前 要确定安全事故等级划分标准 应急救援预案 事故发生当中 要进行事故的报告和补报 事故发生之后 要进行及时的调查和处理 所以第六章第四节 万一真的发生了安全事故的话 那么这一节 则是围绕安全事故这四个字 以其为主线 事故前事故中和事故后的一个流程内容 所以这前四节说的都是谁啊 都是施工单位 以其为主的事 然后到了第六章第五节 才是将其他主题 建设单位 勘查 设计监理机械设备单位 他们的安全责任 而其中机械设备单位 又进一步拆分为 安装拆卸 也就是安拆机械设备 出租使用机械设备等单位 这个就更进一步的细分 所以整个第六章的内容啊 包括其实安全和质量 都是我们每一年15科目 主观题120分 五大案例题当中的必考点 法规科目与其有什么联系 法规科目是制度 是基础 是基本框架 实物科目的安全和质量 重在考察 以技术为核心 以管理为一个拔高的要求 法规科目至少你明白 它的一个基本要求框架 所以第六章和第七章 你要好好学 因为法规科目 在这两章当中难度是比较低的啊 尤其相对于第一章 第四章和第八章来讲 难度较低 考察的考点呢 也比较集中 基本上拿过来 你不要在这两章当中丢分 不仅你要在学习这两章当中 把法规科目学好 还要为实物科目的主观题 来做基础铺垫 好 这是第六章的内容啊 我们做了一个框架梳理 然后到了第七章 第七章的第一节 我们讲工程建设标准 为什么讲标准呢 这质量啊 讲质量 我说你质量合不合格 你验收通不通过 那我得有一个衡量的尺度 这个尺度 那么大家要么通过法定 要么通过约定 我一定是有一个标准的 所以第七章第一节 讲的就是工程建设的标准 具体分为五大标准 看这儿好多这个总结 都是五是吧 五大主体 五大现场安全 五大标准 哪五大标准啊 国标 行标 地标 团标 和企标 而国标 越分为强制性国标 和推荐性国标 好那这是第七章第一节 标准的问题 标准是非常基础的内容 大家千万不要在这里丢分 然后第七章第二节 在标准的基础上 适度提升了难度 第二节则是讲施工单位 注意又是施工单位啊 施工单位的主要质量责任和义务了 施工单位主要质量责任和义务 我也总结了是五大质量责任 那分别是遵守法律 那么遵守设计图纸 遵守约定啊 按图施工 同时呢 要进行自检和塌减 那对于施工单位的材料 主要材料的进场 那进行自检啊 形成进场试验报告 同时要进行两次塌减 第一个 那是对于设计工程的承重结构的 重要的这个材料设备 购配件等来进行见证取样和送件 这是一种塌减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对于工程质量进行验收的时候的塌减 所以这是第七章第二节 也是施工单位的 然后到了第七章第三节啊 就不是施工单位了 那么就扩展到建设 勘察 设计 监理等单位的质量责任了 相关主体 然后第七章第四节是竣工验收 第五节是质量保修 到第四节这个阶段 竣工验收 最后的结果 那要么验收合格 要么验收不合格 当然中间过程当中 如果在施工旅行过程当中 或验收不合格 可以来进行返修 这里的返修 其实从民法典当中 对于违约责任承担方式来讲 叫什么 叫修理 重做 更换 也叫采取补救措施 在我们工程领域就叫返修 好 那这是对于验收合格了 直接进入到第七章第五节 工程移交 进入到保修阶段 如果验收不合格呢 回到前边去 找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来进行返修 甚至有可能会有其他的 更大的变动 工程量的变动 最终的结果还会 趋于工程验收合格 然后进入到第七章第五节 所以第四节结束啊 这些都属于施工旅行过程当中的事 到了第五节 则是施工后的事了 保修阶段了 无论是返修还是保修 那么法定的义务主体 就干活的都是施工单位 但是责任主体 谁的责任 谁出钱 如果施工单位自己的责任 那你又干活 那钱想当于你出 那你就是免费干活 对吧 如果不是施工单位的责任 而是有其他的主体 那他就是有偿干活 好 到这为止 第七章 这五节我们也梳理过了 整个工程 具体施工旅行前 施工旅行中 也就到第七章第四节结束 然后第七章第五节 施工旅行后 前 中 后的工程 全过程周期 如果在前面的不同的时间节点里 不同的主体 参与其中 享有权利 承担义务 履行责任的话 那么这时候如果不产生纠纷 其实没有第八章的事 那只是法律的制度框架 它主要作用于预防阶段 但是如果在这个大的一个流程当中 出现了法律问题 要去解决法律纠纷的话 当然主体之间可以首先 内部和解 和解不了怎么办 法律可以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第八章 纠纷解决下场 纠纷解决要看你是民事纠纷 还是行政纠纷 还是形式纠纷 不同的纠纷解决 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解决完了之后 它承担的责任也不同 又回扣到了第一章第十节法律责任当中 民事纠纷通过民事方式解决 它承担民事责任 行政纠纷通过行政方式解决 它承担行政责任 对吧 不一样 比如民与官之间产生矛盾冲 怎么办 这是行政纠纷 你内部外部的是行政处分 还是行政处罚 对吧 然后最后承担责任的 那是行政责任 到这为止 我们全数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当然在过去的将近 我这个讲这个法规知识术 把整个我们法规教材的逻辑架构 又做了一个融会贯通 草舌回信 浮衍千里 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大家是不是觉得难度略高啊 如果说听着有一些难度的话 那么其实可以把这个视频啊 这个电脑前的语速放缓 你可以尽可能的去理解 不用你背啊 你的脑子 你可以闭上眼睛 就跟着我的逻辑思路走 能理解到什么程度 就理解多少 因为这讲到这一页PPT的前提 是我最开始给大家的预期 是建立在你已经学完了经讲班 或者是大部分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来学习这部分内容 把大家的天目给打开 好 那到这为止 我们梳理了全书的一个基本的逻辑结构 知识层面上的问题 就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深深植入啊 同时呢 偷偷拎起 下面我们再进入到硬式层面上的 有的学生说老师 你这大传气给珍藏啊 好 到了剩下几个硬式层面上的 全书32个规律性总结 这个呢 我是从全书规律性总结 我应该是从2019年就开始 做这样一个体系的 一个教学教研的深度打磨 当时呢 是全书19个规律性总结 每年都会有新增或者调整 有的是根据教材变化是删除的 有的是增加 但总计量 总数是在扩大的 去年呢 是全书31个规律性总结 今年是32个 那么这里面所有的细节 在金奖班当中都有讲过 所以呢 在这儿我就带着大家 简单过一下啊 挑些重点 做一些提示啊 首先第一个全书的法律关系 主体课题内容 这不就是刚才这两页PPT吗 对吧 全书的一个唯一啊 是一个发出生效 那就是其他的行为呢 都是到达生效 只有一处发出生效 那就是中标通知书 发出知己30日内 签订中标合同 这个都非常熟悉了啊 停与不停啊 也是 全书两个自动 这个已经提到很多次了啊 全书两个法定连带 联合体投标啊 总分包法定责任 全书三个 两个三通识 这个难度程度略次啊 你看我这 重要的我都给你标星星了啊 没标星星的 就是你了解就可以了 全书两个三通识 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三通识 环境保护三通识 你不用管他啥三通识 你只要知道 所谓的三通识 是指的是辅助设施 和主体工程 二者三通识 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不成使用 就完了 你管他辅助设施 是关于劳动安全卫生方面的 还是环境保护方面的 是不是打通了 第六个 然后第七个 全书的两个105啊 这个是记忆性的啊 有个环境保护税的105 现场代班检查 这个需要我们那个了解一下 考试的时候经常考到 呃 现场代班检查呢 是要看一下 是企业负责人的话 是不得少于其 每每月 他每月的这工作日的 百分之二十五 这个是工作日啊 分母是工作日 但是呢 项目负责人是 每月施工时间的 百分之八十 他的分母是施工时间 比例不一样 那么分母也不一样 二者加起来不是百分之百 一个百分之二十五 一个百分之八十 好 那这个是特别要强调的 一个小细节啊 但是头一个 环境保护税105 这个知道就可以了 全书两个黑名单 原来呢 是三个黑名单啊 但是呢 关于这个第四章 第二节目 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今年教材取消了 所以我们也随时取消 一个是呢 民事诉讼执行措施 也就是这个老赖啊 实信被执行人黑名单 第二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啊 这个了解就可以了 然后 全书三个同等法律校里 自己看一下 写的很细了 不再赘述 这个不重要 全书三个士童 士童转报 士童工商 士童串通投标 士童串通投标是什么 属于串通投标 这非常重要啊 是什么 属于串通投标 是主观一字共谋 士童串通投标 是客观行为一致 我刚才直接说这个节目 大家能不能跟上啊 如果没有跟上的话 这个啊 这个是必考的 那你回去要学习一下 第三章 第一节招投标法律制度当中 投标阶段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非常重要 再来一个五角星星 好 这是第十个规律性总结 第十一个规律性总结 三个保密啊 标底要保密 评标的这个专家要保密 仲裁 他的不开听审理的时候 那么他的内容要保密 自己看一下 这写的很细了 不再赘述 了解就可以了 全书的三个实践性合同 这个我说一下 这个很重要 但是他考试啊 要求我们掌握 就是其中一个定金 是要求我们掌握的实践性合同 不是诺程性合同 你光签订合同 口头也好 书面好 不好使 得去交付了定金 履行一定的行为 才能使定金合同生效 不然的话 定金合同不生效 这就是实践性合同的意义所在 但是啊 这个保管合同 和自然人之间的接管合同 教材涉及到了 但不要叫大家掌握 你了解就可以了 重点是定金合同 好 再往下看 全书三个审结期限啊 这个过一遍 然后全书三个三角形法律关系 这个得掌握啊 这是最基础的了啊 你如果这三角形法律关系 代理劳务派遣 融资足利 基本法律关系没厘清 后边所有内容你免谈 所以它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 基本原理啊 前面还有几个还算是 应试性的技巧性的 但这是原理性的东西啊 你必须得掌握 当然前面我们在讲 这三个部分知识模块的时候 其实花了大量的基础时间啊 来去去做理论性的铺垫 去讲法理学的内容 全书四大计算题 这个很好说 对吧 而且尤其是在 我记得五月份 当时疫情的时候 再加上小评直播 应该是意见的半年峰会嘛 让学生来选 你们想听哪一个 大家都在选了 全书四大计算题 对吧 我们也都在渗透到 具体的知识内容当中 做过讲解 就不再追溯了 但这个很重要 它是一通摆送 是你会了 你考试的时候 来一道题 对一道题 但如果你不会 那你就基本白扔 你说我在考试上 蒙一下 你蒙不到 好 这个可以啊 然后四个善意第三人 这个在 主要是发生在 第一章第四节左右的位置 我们就不再想了 然后全书四个首次 法人作品首次发表 这是著作权的起算时间 首次申请 首次开庭 诉讼开庭 仲裁开庭 文字内容比较细 也不重要 大家自己过一遍 然后全书首次开庭前 这个第17个考点 是全书的四个首次 第18个是首次开庭前 这过一下 第19个是全书五大工程范围 这都基础内容 然后第20个全书五大证书 这是历年来的B考点 尤其是最重要的证书 施工许可证 是B考点 平均每年至少是两分到三分的 这个分数是我们B拿的 大家千万别瞧不上 这个两分三分 虽然法规说这个100道题 满分是130分 合格分数线是78分 但是每一分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它决定着你仅里是否上案 而对于基础历年来的B考点 你在复习阶段必须把它给攻破 我们现阶段一要处理的问题是 必须夯实掌握拿到B考点的这个分数 然后呢在后面的冲刺强化阶段 我们再够一够跳一跳 再够一够桃子 就把那些更难一点的或者新变考点 那么一些命题的热点 我们再拿到一些分数 通过法规科目 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呢 大家相将处于合格分数线的上下左右徘徊 一不小心那天说 我肚子不太舒服 那你可能少拿一份 对吧 所以现在呢 不太稳定 你需要在考前收口阶段进行强化 冲刺提高 好 所以这是施工许可证 非常重要啊 然后开工报告 企业资质证书 这个 这个其实本质上的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我们今年教材不是变了吗 在这里变了 对于资质序列这 所以你要重点掌握一下 建造师的职业资格证书 还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六章第一节的 然后全数五大标准 这不就是第七章第一节的 这个工程建设五大标准吗 都是基础点的内容 然后第二十二个全数五大组成 这个自己看一下 不重要啊 二十三 施工单位五大主体的安全责任 这是第六章第二节的全部内容 框架就通过这个表格来进行梳理 你把这个表格吃透了 第六章第二节 你都全部掌握 全数五大副词 这个就不是知识点内容的问题了 是纯粹的应试技巧的问题 就要注意 考试的时候问到 说共同了 一并了 统一了 那基本上 那么这都属于相近词 关联词 问到各自了 分别了 他们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我在这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考共同的时候 一般考这六小点 考一并的时候 考这两小点 考统一的时候 考这个 考各自的时候 考这个 考分别的时候 考这个 非常的应试性 很强 大家一定要相信老师 给你点出的一些重点 难点 必考点 好 第24个考点 这个规律性总结 我们就过 然后第25个全数六大金 往年呢 我们都只有五大金 虽然也提过 这关于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但是呢 他没有把它 划入到考点范畴 今年呢 增加了一个金 就全数六大金 增加的这个呢 就是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他的数额比例 要求也同步 需要我们掌握 是1%到3% 对应着的呢 是下面这个图示 所以第25个点 非常重要 26全数六大条件 全数六大条件 这也是基础理论 其实条件也好 特征也好 组合起来 就是这个知识点的 基本概念 看我刚才说这个结论 你能不能理解 我说条件 特征 和基本的这个法律关系 组合起来 就是这个考点的 基本概念 如果你能够理解 这句话的话 那么说明 你已经完全能够掌握 我给大家梳理的 法律的 学习法律的 逻辑思维框架 然后是27全数六个 概念对比 这是基本原理的一个区分 第28个全数七大 书面口头 这是硬式性的 那你比如说 委托代理的形式 是可以书面 可以口头的 那么在这重点掌握呢 是建设工程合同 只能书面 不能口头 建设工程合同 有什么呀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勘察合同 设计合同 监理合同 是不是建设工程合同啊 监理合同不是 监理合同属于 委托合同 委托代理合同 然后建设用地使用权 只能书面 不能口头 租赁合同 六个月以上的 只能书面 不能口头 如果他口头的话 那就是不定期租赁 而非定期租赁了 租赁合同 在期限在六个月以下的 可书面可口头 起诉方式 可书面可口头 但仲裁的形式 只能书面 不能口头 这一点 这个表格非常重要 大家千万别弄混 每年考试 必考书面口头的问题 所以在每一个 题杆或选项当中 所出现的 书面口头 这样的字 绝对不会无缘过除我们 一定是在给我们 设陷阱挖坑 你就对应着这七条 考的无外乎 都脱不开这七条 好 那么第二十八过了 二十九个七大种类 分类 这个是基本内容 然后第三十个 第三十个 这个也是纯技巧性的内容 全书七大不等于 那全书七大不等于呢 质量保修期 不等于法定最低保修期 你看他问的 是不是有没有法定 有没有最低 次约跟仅次约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法律的效率层级 次约宪法 那我们就不能说 行政法规的效率层级 这个 仅次于宪法 对吧 要一层一层来 你说法律 仅次于宪法 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说 行政法规的效率层级 仅次于宪法 就错了 它仅次于是什么 是法律 一层一层来 然后项目经理 和项目经理部不一样 继续旅行 和结束合同不一样 继续旅行呢 是我们继续合作 结束旅行呢 就结束 散伙 是完全不同的 支付违约金 和双倍定金 二者不能够同时出现 确认合同无效 和支付违约金 也是不一样的 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前提 是有约 有合法的约 那如果你确认 合同无效 说明这个约本身 是无效的 所以它俩是 完全矛盾的 两个不同的逻辑思路 还有缺陷责任期 和这个质量保障期 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全数八大报告 这个自己看一下 全数十二大税种 这个税种 我解释一下 每年必考的 两到三分的 都出现在增值税这里 就基本上是三分左右 个别年份 还考察过四分的 然后 那么企业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 一般每一年考一道 单选题 选出一分来 个别年份 他俩同时考察过 但一般就选出一个来 好 这三个非常重要 剩下的 那么其他的小税种 今年呢 我们教材变化点 是在第十个印花税当中 但是呢 在这儿 我们的预测呢 对于印花税和气税 这两块 你重点把握一下 气税呢 是关于 去购买 不动产 尤其是我们各位学员 我们每个人 买房 是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头顶上面临的 最大的问题啊 所以气税 很重要 一个印花税 是因为教材变化 一个气税 是因为气税 本身它就重要 这两点 这个小考点 小税种 做了一个预测 那么其他的 除了这前三个税种之外 另外九个税种呢 也就平均每年考 选出一个到两个税种 考察就差不多了 好 然后这是第全书 三十二个规律性总结 我们再翻到 这个标题前面来 全书三十二规律性总结 你怎么学啊 在这儿 这一部分 你怎么学 我现在呢 给大家讲解的时候 我是对应着PPT的 但是我有把它放到 我们的word版讲义里 我们的老师都会把它上传 然后大家呢 可以把我今天这一讲的内容 全部打印下来 重点是其中第二部分 你回去之后 会有几页纸 大概五六页纸的 这个六七页纸的这个样子 然后呢 你揣斗里 等到考试前的 这个几周的时候 你再来集中性的回顾一下 这三十二个规律性总结 我相信大家 到那个时候 你会觉得 这规律性总结真香 然后呢 到三四五 这就是纯硬实 更加硬实性 技巧性的内容了 因为规律性总结 还偏于内容 然后 横三 考题的命题逻辑分析 我们往下看 考题的命题逻辑分析 这每年都会给大家 进行一个 校对性的梳理 然后重点 我们把考题的题型 分为填空型 时间型 条件分类 种类型 案例分析型 判断概述型 等等 有的学生说 老师咱法规 不就是选择型吗 就选择题 单选多选吗 那是题的形式 题型 我们现在呢 说的是题的 命题逻辑 它的命题 可能是给你 一个简单的总结 给你扣个空 让你ABCD里 选出那个空里的 正确的内容 这是填空型 非常简单 平均每年的 这个题目的 一个量化呢 比例呢 应该是在 10%以内的 包括时间型 条件分类 种类型 案例分析型 等等啊 这都是平均 都会在控制在 10%以内 每一种题型 然后对于判断概述型 那么近年来呢 会有陆续大涨的趋势 都已经达到 60%到70%的一个 一个占比 非常重要 判断概述型 题干非常简单 下列 什么什么的说法 正确的是 下列关于 担保物权的说法 正确的是 根据民法典 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它题干甚至连 考点 它都不一定告诉我们 然后ABCDE 尤其是在多选题当中 这种判断 概述型的题目 难度就更大 相当于 有五道单选题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去 重点深度把握啊 这是对于题目的 考题类型的 命题逻辑分析 然后针对 它的命题逻辑 我们展开来 如何应对它呢 在这又给大家 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纯粹 从硬实技巧性 还有一个是 全数万能答案性啊 硬实技巧性 我们再过一遍 其实这些内容 前面也都讲过啊 首先考试的时候 所有的前后 间内 没有任何一个字 一个词 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啊 什么开庭审理前 适用期间 适用期内 都不一样 前后间内啊 你说适用期间 用人单位 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适用期内也可以 但是适用期后 就不能随时 解除劳动合同 就这一字之差啊 还有这个资格预审前 资格预审后 都是啊 这个资格预审 资格后审 都是不一样的啊 应当可以需注意啊 在这儿 很多学生说 老师啊 法规年年考试 绝大部分的时候 都考察应当可以 表面上是程度复词啊 应当如何如何 可以如何如何 实际上 他们背后考察的 是法律的基本内容 那就是权力和义务 王力学 你可以来讲课 你也可以不讲课 那我讲课对我来说是什么 是权力 权力是什么 是一种选择呀 对吧 我选择 我可以选 我可以不选 这是权力 所以这是可以 那应当如何如何 王力学 你应当来上课 这就是什么了 这就是义务了 应当如何如何 是命令型义务 说王力学 你不得来上课 是不是也是义务啊 这是禁止型义务 义务分为两大方面 你一定要做的 和你不得去做的 好 王力学 你可以来上课 权力 王力学 你应当上课 你不得上课 这是义务 但是呢 对于法律的一个语言表达 法言法语呢 也是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贯穿其中 比如说王力学 你应当来上课 句号 没了 就是告诉你说 你有这样一个义务 但我就 我就不来上课 怎么办 你也没有惩罚措施 对吧 义务仅限于义务而已 但如果说王力学 你应当来上课 逗号 如果你不来上课 网校就罚你工资 哎 妥句号 那就这是什么 罚我工资 这事是什么 是责任 权力 义务 责任 责任是能够把法律制度 真正落地的一个手段 所以你看 表象上 所谓考察 应当也好 可以也好 实际上则是看 说这个主体 它到底对这个事 是享有权力 还是履行义务 还是应当承担责任 这才是它背后 真正的一个立法 设计的初衷 好 这是第二个 非常重要 因为年年很多学员在这 说我这咬文嚼子 是太讨厌了 翻死了 但实际上 它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你要进入到 法律的世界里 你会觉得 好像人都会变得 透亮了许多 看事情呢 有的时候呢 表面上很极端 实际上你能够 很多时候 能够做到位与筹谋 人无远虑 必有禁忧吗 然后第三个 有罪无罪大不同 此罪非彼罪 不是犯罪的罪 而是个极端的罪 最早 最迟 最底 最多 最长 等等 如果体干中 问的是什么 什么罪如何如何 它一定是单选题 罪是个绝对性的 极端性的结果 它的答案一定是唯一的 它不可能在多选题里 然后问罪如何如何 那就不对了 所以这是第三点 第四个 口头书面 巧区分 口头书面 刚刚讲过了 对吧 且和和是考点 前面也说过 对吧 程度复词 且我且你 我和你是又有A 又有B 对吧 我和你就是A和B 选出一个来 是理解完 比如说我和你是谁啊 定金和违约金 它俩就是和的关系 对不对 那联合体 联合体的每个成员 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联合体 那他们就是和和且的关系 是不一样的 对吧 往下你看仍然和爷也是一样 也相同 仍然 就是张三做了 王丽雪仍然做 张三做了 王丽雪也做 说明又有张三 又有王丽雪 A和B 对不对 所以仍然和也 跟且和和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一个是并行 一个是前后的关系 理解了 然后分别共同 统一个字 这前面 规律性总结当中 已经提炼出来了 他每一个怎么考 对应哪个点 我都已经列出来了 自己回去看一下 就可以了 原单位和相应单位 这个解释一下 在第七章第五节 对于质量保修期 比如说 对于低级基础 主体工程 它合力生年限 比如说一般五十年六十年 过了五十年六十年之后 我要继续用 我能直接用吗 你得先鉴定 然后如果是到 这个修理 反工 或者是这个维护的话 那找施工单位去修 修完了再用 对吧 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 但是这个时候 那五十年六十年以后 如果进行鉴定 分析的话 是原单位 还是相应资质单位 其他 其他所有的 这个任何的工程业务 都是原单位 和相应资质单位 可以同时出现 它俩是 要么有原 要么有这个相应 和货关系都行 但是 只有在第七章第五节 对于工程的质量保修期 结束之后 要再行继续使用的情况下 你只能找相应 而不是必须要找原 为什么 几十年以后了 原来藏经五十年前的 勘查 设计 施工等单位 都不一定 都不在了 人都可能没了 你找谁去啊 所以你不一定非得找原 咱不死心 对吧 咱就找相应就可以了 有能力 有资质就可以了 所以只有这一点是 只能相应 除此之外 再出现的时候 原单位 相应单位都行 相应单位什么意思 我不说你啥资质 你要啥资质 反正我有啥资质 所以相应两个字 万能对答案 然后按顺序和连带 要注意区分 考试的时候 对于法律责任 那一般我们就选连带 除非特殊情况 紧接着马上一会儿 我们就要讲 这个连带是一个万能对答案 好 整个这一页PPT 讲到关于解题 注意事项总结 则是对于 这个我们在考题 做题的时候的一些技巧 硬实性的方法 我们来做一个梳理 一些关键词 这些词 考试的时候出现的时候 全部都是陷阱 千万要小心应对 不可大意 好不能轻敌 然后往下 第五个圈书的 万能对答案 万能错答案 往年我是总 我是总结了这两个部分 然后呢 今年呢 我又除此之外呢 又总结了万能造句 万能造句总结的不多 我相信呢 在未来的几年里 我会陆陆续续的 做好积累 好 那么万能对答案呢 其实前面也都陆续讲到过 大家听过吧 我们简单说一下 万能对答案 对于程度负词 考试的时候你看啊 那题干选项怎么说呢 说一般情况下 一定程度上 特殊情况下 但什么什么除外 这样的程度负词出现的时候 一般都是对的 大多数如何如何 鼓励如何如何 国家鼓励 节约能源 它后边跟着的一定是对的 对吧 国家鼓励 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 国家鼓励这个安全 这什么什么方面啊 注意什么共产安全 这一定是对的 他不可能说国家鼓励 强奸抢劫 那不对 他后面鼓励后面的词 一定是对的 就像下面一个法律依据一样 合法的 依法的 依照法律规定的 依照法律规定如何如何 后边一定是合法的 他不能说依照法律规定 你可以去嫖娼 你可以去 有一些其他的犯罪行为 这是错的啊 好这两个 然后往下看右面 万能错答案 都是相对应着的 比如说 说法太绝对的程度复词 或者关联复词啊 直接如何如何 当然如何如何 说王立学 你老师讲的怎么样 当然好了 王立学老师绝对好啊 对吧 王立学老师讲的 所有的一律的考试都考 那不一定 对吧 万事没有绝对的啊 好一切只有才 只要救等等 非常绝对的程度复词 考试的时候你要小心 所以学完了法律 之后以后我们跟人说话 我们也要小心啊 话呢 话说话都有 留有三分余地啊 咱都不把话说满 也不把事情做绝啊 因为什么 这都属于万能错答案啊 所以万能答案怎么用 你看我给你 给你说的这个场景啊 那就是考试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优先通过知识 来解决问题 如果知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或者前面我没学过 或者考试出的是超纲题 或者说你到大到了考场之后 大脑突然间一片空白 你啥都不知道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用万能答案来试着去做题啊 所以我的万能答案的使用场景 它也不是绝对的 然后还有限定特定 拙定了倾向了什么什么的 社会主义国家 咱们得法定啊 要么充分尊重主体 私民是主体之间的一丝自制 得是约定啊 你怎么能限定特定拙定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 你也不能有倾向性啊 然后法律责任 别的法律责任 你能够去整理出梳理和推导出来 法律责任自然最好 但如果不行你就选连带 有连带你就选连带啊 什么主要责任 次要责任 补充责任 案份责任 通责任等等啊 他们啊 在整个社会经济当中 那么有很多这样的责任承担方式 但是跟我们一见法规相关的 就是连带责任 其他我们暂时不说 然后呢任意啊 考试的时候注意一下 一般任意都是错的 但是有两个例外 哪两个例外呢 都是出现在第四章啊 第四章第三节 一个是呢 承揽合同里面 有一个定做人的 法定任意解除权 这是我们经常考察的高评考点 如果出这个任意 它是对的 还有一个呢 是第四章第三节 另外一个运输合同里面的 托运人的任意变更 解除权 那也是对的啊 但是呢 考试很很少会涉及到 所以除了这两处之外 再出现任意这种 很绝对的副词的时候 你要小心 它基本上都是错的 我们怎么能任意呢 对吧 我们要遵循社会秩序 社会规范呢 相应的 刚才说过了 万能 对答案 我不管你要什么呀 反正你要啥 我有相应的 你要啥 我都可以给你 王立学老师 对于意见法规的课程 给大家是相应的课程 给自己打一个广告 你要啥 我给你啥 这是万能对答案和万能错答案 然后是万能造句 万能造句呢 在这儿 我先列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无论什么主体 注册建造师啦 工程之间检测人员等 都不得同时受评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什么什么单位 你只能 对于对于劳动者来讲 你只能跟一家用人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啊 第二个呢 是依照法律 法规和工程建设性 强制性标准承揽业务 应遵循法律法规 工程建设性 强制性标准啊 所以不任何一个主体 都是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 来承揽业务的 不管是前面是哪一个主体啊 好包括转报啊 只要出现转报 它一定是违法的 你不可能出现说 合法转报这样的词 那是绝对错的 包括挂靠 转包挂靠 这样的词本身就是违法的 我不管他前面怎么说 他都一定是违法的 好到这为止 第五个全数万能答案总结 我们就分享过了 然后从无论是从内容层面上 无论是从应试技巧层面上 我们的前五个核心内容讲过了 剩下第六个呢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 从数据角度 做的一个精讲般的复盘 那就是其实是复盘我自己 王力学老师 2022年意见法规 精讲般的内容 无日三行无身 直到不省人事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是我整理的数据 教材的这个内容 然后讲义理论当中 共有53个考点清单 也就是母问题清单 333个子问题 当然这个考点清单呢 在我的精讲班当中 几乎很少讲到 因为我都把它渗透到 具体内容当中 这个考点清单啊 是为了方便大家手里拿到了这个讲义 你自己回去啊 把理论内容 CT学完了之后 你自己做一个温故知心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是数据分析啊 因为前两年啊 2021年和2020年 我的精讲班的课时量比较长 其实当时主要是出现在 题目的量非常大 然后今年呢 我题目的量适度做了一个减少 然后把一些题目呢 我做了一些改编和原创 把它的质量呢 再拔了一个高 虽然题目量减少了 去年是843道题 我记得是 今年的总量是653道题 题目的量减少了 但是呢 题目的质量度并没有降低 只高不低 这里面包括一件真题的原题 和一件真题的改编 做了很多改编 因为这个民法典 它出台之后呢 很多基础理论内容呢 都做了一个变化啊 必须得改编 不然真题不能再用了 二件原题和二件真题的改编 二件呢 其实也有很多好题 尤其是近两年的二件题目 对一件有很多的支持作用 所以真题以及改编 一共是569道 精讲班是以真题为主线的 然后练习题呢 当中主要是原创的新编题 是依据今年的 这个教材变化的点 出的大概是84道题 包括一些以往 比较经典的练习题 然后总计呢 是这两个加起来 无论是真题还是练习题 总计是653道 在这653道当中 单选题457道 恰好占比是70% 跟我们一件考试试卷的 单选和多选的比例分配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多选是196道题 加起来是 无论是横着加数着加 都是653道题 所以今年整个今年班 无论是题目的数量来讲 包括的这个理论讲解的质量度来讲 都进行了一定的瘦身 但同时呢 也尽可能的突出重点 这是我给各位学员的一个交代 也是一个字形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也会继续努力 来把我的课程不断的精益求精 将心把事情做好 把课程讲好 打磨好精品内容 好 第六个进讲班复盘结束之后 到这为止 第六个考点结束之后 我们进讲班就彻底结束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网校以及我个人授课的几个班次之间的 一个课程体系的回顾 在去年冬天的时候 我给大家分享了 这个备考指导班当中的课程体系 就这个画卷 一个书卷 送了大家关于备考的方法论 那么复习备考战略的三锦囊 和复习战术的四招式 三锦囊当中 那么对于上兵 伐谋 攻长为下 攻心为上 调整心态方面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在执行方面 他善之时 可以公寓 在外部资料 师资课程的利用方面 这三个战略的锦囊 都在备考指导班当中 我给大家进行讲解 然后在刚刚结束的经讲班里 就是进入到复习战术的四招式 那么提纲切领 布控全局 这是那个 在这 提纲切领布控全局 是经讲班第一节导学部分 然后经义切 经义三反 讲的是经讲班的理论 实战演练提升技巧 讲的是经讲班里面的习题 同时 后面马上 到八月份呢 我们就会讲到这个 优选题分班 是从练习题的角度 就是模拟题 练习题的角度 再进一步 再强化阶段 再搂一轮 习题演练提升技巧 这是理论与吸体的相结合 二者相辅相成 刻上得来终绝权 决心 此事要做题 到了把握规律 后期勃发当中 把握规律 就是紧接在后面的 直播密讯班当中 也是由我来讲的 备考指导班 经讲班 云四叔 直播密讯班 和优选题分班 在直播密讯班当中 重点会讲一些 具体的规律性内容 和总结 包括考点的提炼 密讯班的讲义 我已经做完了 我一共提炼了83个考点 吸体班也是在83个考点的基础之上 往里面搭建相应的模拟题 和我原创的题目 最后后继播发 我还会后面的意见 硬实技巧班 也是由我来进行讲解的 整个这一套 以录播为主 以直播为辅的课程体系 全周期 这是我给大家做的一个回顾 整个班次本身 你看次是独立的 但实际上班次与班次之间的关系 集合起来 则是我们一个 无论是意见法规也好 包括意见 别的所有实物科目也好的一个 备考的方法论的集合 所以到这为止 关于今天要办最后一讲 我们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束了 最后还有一页PPT就是知信 感谢网校 诸位领导对我课程 对王立雪本人的大力支持 以及我们的教员老师 刘青云老师 对我的课程的 无私的奉献和付出 才有了大家所看到的 说王立雪的课程是这样的 其实这里面的课程 凝结的降薪 不仅有我 还有我们网校诸位老师 包括刘青云老师 我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好 那希望呢 我能够伴随大家 陪伴大家 能够走过意见被考的 艰难的一段路程 我觉得相逢是有缘 后面呢 希望我们日后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或者是大家今年考完之后呢 我们山水有相逢 我们江湖再见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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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